现在,网上铺天带地的唾沫全部对准肖战,他不是大家心中的宝藏男孩吗?怎么一夜之间肖战成了重视之地,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,只不过是要为无脑粉丝的幼稚行为强行买单罢了。 大粉打着维护肖战的名号,在外面为所欲为,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后,又假惺惺的公开道歉,还道德绑架肖战,称肖战会理解他们,过程是过嘴瘾了,骂得痛快,可结果这个烂摊子却必须是由肖战来收尾,还是用他多年的努力积攒下来的好感,被骂也好,被托粉也罢,总之肖战是不能独善其身了。 起因是这样,在奥三这个托管网站上,有些写手写了有关于肖战的小黄文,被粉丝发现,从而被举报,正好遇到国家抓网络进化,把奥三给抢了。 奥三是不少网友的快乐之地,网站里收藏了很多作品,包括小说,视频,还有画作等等,本来那些写手故意抹黑肖战是他们的不对,但是现在大家愤怒的是奥三被举报,网站进不去,这全是败肖战大粉所赐,从而将最终矛头指向肖战。 不仅如此,两路人马当下仍然是打敌不可开交,一边是路人,一边是粉丝,肖战不仅仍被骂得狗血淋头,代言也颇受牵连,原本肖战代言的猛牛真果力,是要在三月一日凌晨官宣,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,官方迟迟没有放出消息。 不少网友跑到真果力官方微博下留言抵制肖战,坚决不买肖战代言的产品,两边交战无非是两败俱伤,嗷三已经被强,大家一难评,所以也想毁了肖战。 虽然是粉丝作为,可是路人觉得是肖战管理不当,偶像与粉丝本就是一体,于是乎,先是攻击肖战,下一部就是攻击肖战的作品了。 陈情令,去年都被开始刷一新,陈情令的高评分已经降了不少,对于肖战的未播作品,不少网友都开始跟风,纷纷留言表示等,作品上映第一件事就是贡献一新差评,肖战自从火了之后,未来的几部影视剧几乎都是预定爆款,可现在却全都是预定一新,斗罗大陆,蓝殿下,还有余生请多指教这些作品全成了眼中钉。 这三部作品中,余生的关注度是最高的,因为合作的是杨子,双顶流的搭配,在还没开拍之前就已经炒热了不少话题,就连不追星的路人们都耳濡污染,纷纷对这部作品头去期待的目光,可现在因为肖战,这几部作品好像又没有那么让人想看了,这些要打一新的人中,也有不少人对于杨子的印象不错,虽然会觉得这样对不起杨子,但依旧看不惯肖战,从而牵连到作品,杨子或受牵连, 一直在说肖战的粉丝如何如何,没脑不作为,可是这样攻击肖战一人,还要抹黑他的作品,甚至影响整个剧组或是合作团队,这样的行为又有什么光彩的,肖战不过就是太红了,仅此而已,他没有做错任何事,没有对不起任何人,没头没想没干犯法之事,却要遭受如此恶语相向,独危的错应该找独危,大部分小飞侠都还是理智的, 怪到肖战头上更是不应该,如果粉丝的错要爱豆来买单,再闹下去,肖战离狐不远了,还望大家都理智追星,换类思考,不要一味跟风,专注作品才是重中之重,希望这场闹剧能尽早散开,争作文明之人,不与小人为伍,粉丝行为不要怪罪,艺人本身也请不要上升到作品,希望肖战还是可以摒弃杂念,不忘初心,继续追梦, 创造更好的角色让大家记住,这是他的梦想